短期,整体航运股 看看明天或后天 会否有机会涌上去 整体上来说 如果它真的要升 应该要破之前的顶 看看今天的低位 如果你想追 看两个位置 或者是之前做出来的底 1.46 我看这两个位置 如果你想看中运海法 向上 一定是我去破顶 破顶是什么呢? 1.71 看着这个位置 如果破到1.71 相信在之前的高位 1.75 这些位置应该不难破 看多这两天 要留意短期 冲完下去的话 每个都是一样的 要看指差和指迟 吃完今年的低位 其实是不应该吃到这么低的 如果真的 这些钱涌进去 还有外国的运价 又没有事没有过 它都回回来 这个要特别大家去提防 短线向好 但是向下 都要看着 去到什么位置 要指责外资支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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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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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